好那我請教創下 郭台銘最近的動作真的很大 今天事實上也有發稿 然後呢 《金智日報》昨天頭版下面 也有半版廣告 剛剛講到侯友宜在松山機場 那一幕 小心來小心來 那個其實在臺北市 雙北很多國民黨的選民 心裡是很感慨的 為什麼 如果你是好的時候 你是氣勢好的時候 當年馬英九每次出來的時候 那些女市議員互相拉扯 然後媒體都會收音收到好幾次 你又不是馬太太 你憑什麼擠在旁邊 所以現在呢 看到許小青躲得那麼遠 大家都不想當侯太太 這個情況 其實侯友宜當然就很麻煩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郭台銘當然心就動了嘛 柯文哲呢 現在呢也涉事衛生 所以郭台銘其實是有步驟的 首先呢 他這一次去了美國 去了美國到現在為止 還沒發出照片 跟季辛吉到底有沒有見面 你跟美國的重要智庫 見了哪些人 可是呢 人家有錢 就從錢這邊下手 所以他昨天晚上深夜 突然之間 跟地球是平的 富利曼見面了 那見面之後 還開始 其實就講了啊 裡面就講了一件事情就是 台灣有事 華爾街就有事 好這個是 布文波今天還發稿子 這個稿子直接講說 富士康的郭老闆說 美國股市小心點啊 只要台灣打仗 美國股市也要崩盤 布文波都股民在看的 而且都是國際性的股民 他就是做到一個說 他是 peace 他是和平製造者 所以他關切的 而且跟華爾街講 華爾街最關切的 所以馬上就出來 台灣有事 華爾街有事 台海只要有戰爭 十秒鐘 華爾街的股市就垮了 尤其是最近華爾街的股票 真的正在垮嘛 然後另外一個呢 郭台銘現在呢 他不是在拿到92億的 那個鼓勵的時候就寫了一篇嗎 92億要怎麼花 他最後一段講的很有意義 就是到了我富足的時候 我要學會花錢 然後呢 數字不重要 要創造出價值才重要 郭董今年要花很多選舉錢啊 各大派系調咖 恭喜發財 所以呢 很多人就知道說 侯友宜還在美國講個九 在日本講九二共識是沒有意義的了 現在多少人眼中看到是92億共識 九十二億共識才有號召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郭台銘有沒有關係 但是呢 昨天在經濟日報 因為我家裡是有經濟日報的 經濟日報一看下面一大板 嚇到了 我們來看經濟日報這個 昨天半版的廣告 他左上角是經濟 右邊是和平 左下是戰爭 右下是貪腐 這個是廣告 然後標題上面叫做 攜手拼經濟遠離戰爭 然後他中間放的是 呃 柯 柯文哲說 他設事衛生被拍下的照片 就是在金門的背影合照 然後呢 他最下面壓的單位叫做 財團法人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 台灣新住民喔 台灣新住民很有錢喔 登個半版廣告也要錢的喔 對啊 他們講說他們有六十萬人 加上子女可能有百萬票 他們很在乎 不希望有戰爭 不希望相當緊張 所以這個就連結起來了 然後看到這廣告裡面呢 還特別設計了六個問題 而這六個問題裡面 第三題特別有趣 第三題講的是 郭台銘的和平宣言以一中各表 為核心的九二共識 你支不支持 然後後面再講說 誰最能夠創造和平 誰最能夠讓繁榮 誰最能夠反貪腐 然後最後結論出來了 郭台銘是六項條件 最高的 他是三十五點二 柯文哲 其實他對柯文哲是有善意的 所以柯文哲是二十一點五 他對侯友宜只有百分之十 然後比那個賴清德都差 然後這個是代表什麼 郭台銘才是最能夠創造經濟 而且我們來看 這個半版廣告 事實上郭台銘還沒宣布獨立參選 他就登在經濟日辦 頭版下面的半版廣告 他在訴求經濟選民跟股民 因為這年頭還會買經濟日報的有誰 今天中午我朋友就問我 我就說我告訴你有誰 首先第一個是股民 股民還會買工商跟經濟 因為他還是有比較多專業的股市相關 跟上市上櫃公司的資訊 第二個北台灣的受眾比南台灣多 那北台灣是誰的鐵盤 是藍盤的鐵盤 所以郭台銘在吃什麼 他在吃知識籃跟股民的票 還有中小企業 所以你會知道 在他這個廣告之前 剛好非常湊巧 巧合的是 郭台銘不是在出發之前 那個中小企業的五支劍 所以他是在做這個訴求 所以這個他已經呢 因為前面也講過 他過去這段時間 一直從五一七到七二三跟國民黨那邊糾纏 糾纏到他的聲量也低了 民調也掉下來了 黎龍章做聲量調查也就是說 大家覺得都厭煩了 所以他現在另闢戰場 所以第一個知識的選民 經濟選民是他要拚的 另外一個年輕人 所以他剛剛我在錄影的前面呢 他又露出了他到美國跟張育成合照的照片 來我們看看 他馬上還到這邊擺盲之頭 還跟張育成國防部長見面 還說要對張育成見上至高無上的敬意 還說我這次來美國有個心願 就是能夠當面跟這些棒球隊加油一下 欸 拍謝 我顧肉寡聞 我就不守張育成了 所以張育成是棒球迷跟那個運動票了嘛 對 是 所以也是年輕的票嘛 而且是他們叫做國防部長嘛 真的喔 對啊 好 拍謝 這次經典賽的大功臣啦 TAA不是我啦 我比較熟女人我最大啦 所以他就開始也去抓這個票嘛 抓這個票這樣再抓下來 所以你看郭台銘現在就是年輕票 什麼票 而且他是有佈局的 然後佈局之後當然就是 一回來之後這是馬不停蹄 他是說他8月8號才要回來 下午3點在信義成品 就要有郭爸爸的新書發表會 然後呢 新書發表會裡面呢 他不是講了30個故事嗎 以及他裡面的臉書慢慢放一點嗎 還講說 當場的一個提問是要過濾的 是討論這本書的內容 不要去問其他的內容 所以其實他裡面就是 呈現的是什麼 他是多麼的白手起家 另外一個就是柯文哲 真的就蠻慘的了 柯文哲現在壓力有多大 所以他去參加了什麼 《公道之聲》跟蔡振元 可是你看蔡振元跟他訪問的過程中 蔡振元就是想要去撮合郭柯沛 然後就想說直接問他了 郭台銘出來對你會不會有影響啊 然後他就講了 然後講到上一次的金門之約啊 所以昨天也是陳玉生受訪了一個自媒體 然後自媒體出來就叫他一個獨家 但是陳玉生後來沒有承認 也沒有出來講話 就是說柯文哲很怕823 因為823不是四個人都要去嗎 所以這一次呢 柯文哲會拒絕跟郭台銘同框 所以再怕攝氏衛生怕得要死 那現在就變成是 郭台銘要把柯文哲吃下來 那柯文哲現在呢 整個情況一直往下掉 然後我也講說他可能要面臨的是八月破敵 侯友宜已經在破敵了 柯文哲也在破敵 而破敵之後 除了年輕人直接票起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燕女症 從女症的影響 所以他也講說上次呢 帶著太太去看了芭比 然後會怎麼樣去唱歌 沒有用 他接下來要有一個 8月5號姐妹選擇動員會 動員令 可是呢 這個東西 他們目前沒有回應 根據是晉傳媒的獨家 說拿到了這個結論 哈囉 有人有興趣參加8月5號 姐妹選擇之友會嗎 在大直點華 現場還可以跟柯文哲合照喔 有人有興趣嗎 然後還特別笑掉說 透過公關公司再揪人 然後再過來 不要說你是showgirl 透過公關公司callshowgirl 或者是網紅通告 那基本上就是花錢在買 這一個某些知名代言人進來了嘛 就是說他怕這個場子撐不起來嘛 不要像那個李正恩就笑他 又是李正恩 那叫Sakura啦好不好 暗裝Sakura 不要再說這個 所以你會看到柯文哲 現在整個氣在滑 所以柯文哲怕到的情況之下 怕郭文哲吃他 然後另外一個呢 又開始對國民黨釋出了善意 他就特別在蔡哲學那邊講說 欸我那個區域立委喔 我不會選太多人 我也沒有那麼多人 許巧欣 羅志強你們放心 這又對國民黨 怕國民黨在那邊吃他 郭文哲吃他 所以要到下一次 就是小三換成柯文哲 小三換成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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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換成柯文哲